你覺得華為這次會不會很糟糕呢? 這次我想它很糟糕的是全面 不只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手機 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機站 你不要忘記華為是另外一邊 IEEE那邊是很嚴重的 它有一些鋼籤 那些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拉到那邊 我就先插一句 因為歐陽其實說這件事 如果我用一個人畫的方式說 就是為什麼它自己的OS不行 其實跟Window Phone那時候的玩法是一樣的 問題是當你沒有了那些東西之後 根本就沒有人跟你寫APP Window Phone其實不是使用OS不行 Window Phone的OS不算漂亮 其實我喜歡Window Phone的OS 它後面有整個OS的關卡 但問題就是 人家跟你寫APP的時候 不接受到你的框架 你又上不到Google的框架 結果越來越少APP Window Phone最初的時候 有Facebook 有些正常的APP 但問題是 這個又不寫Facebook又走人 你整個生態圈沒有了 你的OS打托牙打電話 但它不需要跑到外面 你又變回一個打電 你不能夠只在Microsoft自己寫APP Window Phone那時候的壞就壞了 沒有人跟你寫APP 你Microsoft自己又不可能寫完你的APP 那件事就變成一個只是打電話的一個封 結果整個OS都倒閉了 我就說連Microsoft這樣的公司 它已經有三層架構 由desktop去Tablet 再去電話 它都撐不住一個電話上面的OS 現在放棄了 那你華為的OS 其實在說這件事 華為沒有問題 其實華為最後會變成很搞笑 你覺得對 最後會變成很搞笑 人們有個誤會 就是華為不用得 不是 到時華為你照樣用 只不過是跟APP斷了連結 斷了連結之後你可以用來做什麼 就給人家打電話 拍照 人家拍照很好 人家P30五倍光學變焦 你們現在說的情況就是 拍照要 很漂亮 拍照就要拿location 不要location 就這樣拍就算了 什麼location有得做 我告訴你 最近我在大陸發現 有件很奇聞的事 我正在用Vchat 我在大陸第一次沒有data 我發覺Vchat 當我save了別人傳給我一張地圖 那時候 我去到那個區域裡面 自動有location 我沒有WiFi 沒有藍牙 沒有數據 唯一有的就是一個電話的訊號 是4G的電話訊號 但是我在Vchat裡面 走來走去 有齊了data 有齊了位置 是精準的 那發生什麼事呢 他唯一可以拿到我 對他拿到你什麼 他唯一拿到我的位置 就是機站 就是機站 但是問題就是 機站訊號 但是問題就是 他怎麼可以把我的訊號 match到那幅地圖上 那個地圖是別人傳給我的 是 不得意 是啊 好奇怪 不是啊 我想問一件事 你的訊號 你是不是 手機寫著4G 是啊 其實如果我沒有理解 寫著4G已經有data 沒有data 我關掉data 我之前把data關掉了 他沒有data 我明白 你根本就沒有台 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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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可以通 意思是 你有沒有寫著4G 沒有 沒有 這麼詭異 是啊 很神奇 那個app裡面做了什麼 我真的很神奇 我把藍牙關掉 我把Wi-Fi關掉 把數據關掉 唯一有一個訊號 就是 人家打電話給我通 是 純收GPS都可以 直接收衛星GPS是可以的 那都是訊號來的 我不知道 iPhone好像沒有 iPhone有AGPS 我沒有GPS AGPS是第二級的 AGPS是 是Tower來的 但那個是第二級的 應該沒有 iPhone是沒有GPS iPhone是沒有GPS的 我沒有理解錯是有的 你才是清楚 我就是廢話你 不過說回華為這件事 撐太遠了 其實呢 問題就是 因為特朗普這招很狠 很狠到什麼呢 就是說 他現在不是針對你 不是針對你 4G、5G 或者你電信網那一陣 他現在那些硬碟 那些硬碟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連那些路線 轉移 他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還有光纖 喂 你沒忘記華為起家 當時不是這些起家 華為起家的東西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 是路線轉移 和Cisco拍照 第二件事 他現在連光纖也做了 這一招都做了 OK 還有啊 你沒忘記為什麼Lenovo要支持他 他在後面有一個叫雲架構 有一個cloud 那些東西 你說華為的雲架構 那個雲架構 那個有很多人用的 如果你說Corp那邊 其實是便宜、漂亮、正的東西 是啊 但是他現在雲架構 全部都是基於X86 全部都是基於Intel 你現在第一個剪是Intel 馬上大劑 所以他現在的CPU 我不知道他怎麼轉 其實那個是VM platform 其實他自己雲架構做了一個 VM是另外一件事 我現在只說硬件 硬件你都很麻煩 你的CPU都沒有了 沒有了 還有那個Intel的設計 其實這一招他說他沒事 就是大家現在全部在眼中看到的 包括了手機 包括了剛剛你說的機站 包括了Android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他在內地是沒事的 你明白嗎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最糟糕的是什麼 你出不了口 你剛才 阿登神說的事情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基於 我要出口 我要在世界舞台中 讚外匯 當然是 Google隊都是 只是對外面有用 你在中國 所以任正非 華為都說 在國內是沒有問題 當然是沒有問題 自古以來是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很簡單 你剛才說的那個人很簡單 就是騰訊 騰訊是什麼都不自求 他那個APP裡面什麼都有 可能ิ新的玩具 它連個V模型大圈 里面也有一個 genial 案例 其中一個 你指OS 是否真的很難 不能 騰訊 不然會 Lou 現在他想包小程序下去 想在裡面搞app 他不用靠你那個什麼框架 這個app store 什麼都bypass了 所以這件事應該這麼說 別人能夠制理於死命的原因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那個service 他選擇一個很對的位置 一對你就死了 因為你如果沒有了那個框架 你就完全出不了那些server 那些server是做什麼 最重要就是提供app的服務 沒有那樣東西 你出國就很大妻了 唯有回到大陸購買 但還有一個問題 你有一個OS在 你的Programming Tools 你的Language 他可以用Android 問題是你現在爭取得這麼嚴重 你是可以用Android 但Android是基於Linux 但你不要忘記 上面還有一層東西 就是你的Programming Tools Programming Language 你現在可不可以自己出一套Programming Language出來 去做你的app 現在就少的 基本上是全用美帝的東西 所以這一層大家脫下去 其實你再看下去就是 還有這一層東西 你是不是值得重新開發 雖然我現在都跟同事爭論 中國用人海戰術 我堆穿了一些東西 我就去扭簡單 你所謂的GPL License Apache License 那些 不適合Python 是中國的 他是地域性的 其實他沒有問題 你就關門可以繼續跑 我在內地他完全沒有網管 因為他的法律是他的 他決定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要出去賺外匯 你要出去跟別人做生意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你現在華為外面鋪天蓋地的廣告 你希望是甚麼 賺外匯 但問題是你現在跟別人爭取得很嚴重 其實有兩個問題 首先Google對他那件事 對中國國內的華為是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Google為什麼反得起 但其實硬件那邊就有影響 就有很大影響 如果你說我發射機買不到Intel 那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有 砌都砌不出 你也不用那一部分了 華為現在說 其實我最初那兩天 真的好初那時 有人說到他有一年存貨 那些chips 那個問題是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有問題了 你一年存貨 你一年之後出的機 如果還是現在的chips 我不知道 我聽到 你就不會買了 買Android的人就咬咬聲 經常都說 你為甚麼出新機 舊的chips 我們就經常罵LG 永遠萬半代CPU 你已經呱呱叫 但價錢就是這代 那他也算便宜 你都已經呱呱叫 萬半代你都呱呱叫 如果硬件買不到 當然是砌不出機 所以我們就提過ARM 華為現在砌其輪CPU 其實就是買ARM的Core 其實每個都是 只不過是 蘋果都是 對 三星是聰明一點 三星叫做有一點自己的東西 但是每個都是跟ARM買 不是 三星那些都是ARM架構的 主要是 其實剛剛新的那些 就有一點自己的東西 他就有Baba那些 他自己想 三星那顆是有一點自己的東西 但是不多 總是要買ARM的那些 但Modem他自己有甚麼solution 其實我到現在沒看到 究竟華為在4G的Modem是用哪一隻的 華為在4G用他自己 Modem 他用他自己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資料 還有 大家還要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在ARM的架構裏做了一顆GPU 其實整個手機裏面三顆出色是最厲害的 第一顆就是GPU 第二顆就是CPU 第三顆就是Modem Modem直接影響你的問題 當然他現在的GPU架構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個 因為他似乎 我上次看過 他似乎有一個API是駁到GPU 即是有一個渠度駁到GPU 究竟是哪一個呢 到現在都查不到 其實這幾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每一個他裡面的 雜誠到電腦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版權持有人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因為那個版權持有人 他隨時走出來 我沒有權負你做 根據美國 美國拿下了這把刀的時候 到時很多美國的 不知名的公司會破壞頭 即是說在那顆ARMS裡面 裡面的Circuit是我的 你現在根據這個協議 我是不能給你 所以為什麼ARMS 即是英國公司也好 但是最後他都會出手 因為在他那顆ARMS的設計 在Circuit裡面 是很多其他人 其實之前我說過 ARMS這間公司 最早期是ORICO 是搞NC的時候 搞這顆東西出來的 就是ARMS的GPU 但是當然當時是死得很慘 死得很壯烈 當時他是搞了Network computer 然後現在就變成 最後縮到去 變成一個ARMS和ARMS CPU 的一個架構走出來 所以這個歷史 你要想一下 為人家用多久的歷史 去承繼這些Circuit 如果你說華為 你自己今次今日有什麼 所以很多東西很簡單 你四面受敵的意思是 很簡單 你由X86的架構自己起過 你做一個自己的架構出來 你做一個MIPS的架構出來 你現在在說 打算開一間茶樓 你現在叫我回家養牛 任正非前幾天都在說 我們有能力 由種草開始 你現在再推進一步 你現在叫我開始由種草開始 不是 任正非前幾天都是這樣說 我們有能力 由頭做過所有的事 只不過是兩三年時間 很多人都在說 不是只有任正非 不是只有任正非 有很多人都在說 所以我就覺得 你既然開得到這個支票 我覺得應該做 任正非應該解僱了 我剛剛找到 任正非應該解僱了這個人 華為的手機部總裁 趙明是上個月26日說 現在沒有發佈這個新OS的計劃 即是那個麒麟OS是玩一下 就暫時 重心仍然是擺在做Android的平台上 對作業系統 他們是保持開放態度 用別人的東西 這樣就行了 即是隔了都不夠一個月 這位趙先生自己小心點 不關事 你明白 即是等於上個星期 政務司司長先說 我們不打算跳過那個 那個委員會直上大會 今個星期都上了 這些不關事 這些上面的政策轉了 不會解僱的你放心 那他也猜不到 這些公司永遠炒下面小粒 大粒那些不會炒的 放心 OKOK 好 繼續 但是大叔說這些 我才奇怪 為什麼Lenovo可以站硬 說是供貨給他 Lenovo不派有後果的嗎 Lenovo裡面那些 變了另外一個孟晚舟 Lenovo裡面那些 也是砌出來的 他裡面一定有夾到其他人的東西 他怎麼可以站得那麼硬 這些是你死人我陪你死的 那些做法來的 正常的 這個是you jump my jump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人家現在外面在傳 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有很多問題是 因為這件事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你要沉澱 究竟在最底的產業簾下面 究竟美國有多少 Copyright 就算這個 Copyright 不 applied to 中國也好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是美國不出賣給你 因為很簡單 現在你看到整個貿易戰裡面 當然我不要說其他東西 即是說貿易戰 我不想牽涉到這裡 但問題就是你整個貿易戰裡面 他再下來的三千多億 是包含Apple在裡面 那是什麼事呢 就是說如果 動到Apple這一陣 不是你去搞Apple 是Apple自己走 特朗普現在是夾著他們自己的人 去走 現在很多Nike 廠 Adidas 廠 Adidas 不知道啦 總之是美國品牌的廠都要走路 現在問題就是這件事 我告訴你 你很簡單 我再加這個關稅 我的意思是 你做完那些東西之後 由這個產地來源那些我是加利關稅的 你以為要回美國 這一下是很恐怖的 恐怖到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他在製造韓善效應 就是說 喂 不是你自己說要刺我多少人 是我自己要走 這個就是剛才 等於幫助跌落屎坑的理論一樣 你當時 周英治做頭的 你多厲害多厲害 我靠你去找飯吃 或者我借用 不是靠你去找飯吃 即是很簡單 我今時今日 我借用這個棚去賺錢 那當然 當這個風一轉的時候 喂 大家都了手散 說真的 時代完結 那我就走了 這就是一個歷史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公司 在中國賺了多少錢 他計算了一條數 喂 那個商家佬 跟他計算了 一定是說 喂 我有利益 我借留在那裏 我沒有借過 你去做什麼 這個也很好笑 所以 你見到有很多人就說 Google這樣玩 他帶頭走來封殺中國 那他不怕有後果嗎 你看清楚 Google 完全沒有後果 就是你以往對Google做的事 導致今天Google可以這麼殺脫 因為你以往從來都不讓他入 他完全沒有利益 他完全去不到中國做生意 他連想讓你中國裏面收到Gmail 都做不到 你封到他一棟都沒有 正所謂 我給你拿著春袋 我才會跪下來 Microsoft就不會 如果調到Microsoft就客氣很多 起碼就算他要做 Microsoft的說話都會客氣很多 Google怎麼同 我都沒有 我和你一些交角都沒有 你以往沒有讓我進去 才完全 你現在我一點把柄都沒有 那我就 真是不要緊了 拜拜就拜拜 你說起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問 Microsoft 當然他在賣 即是 肯賣的軟件 譬如你買一個Windows 買一個Bineoffice 那你整隻碟賣給人 一條Key賣給人 那人當然可以在這裏 沒錯 但是Microsoft自己也正在轉型 會導致有另一件事 他的Office是365的 然後他整群online service 問好 但是關鍵也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其實美國是針對華為 沒有針對其他人 如果你別人弄電腦 你就買 沒有人說不可以賣美國的東西 不可以賣給華為 我只是想說這些東西 現在不能進入大陸 進入 Office365 不能在大陸 有的 所以你要捏Microsoft就範 容易一些 Microsoft就算被美國政府 要他制裁中國 其實他也會客氣很多 但是Google是很不同的 其實是你有份培養他 為什麼Google可以這麼灑脫 一反就反 我什麼差都沒有 我一窮二擺在中國 我毛都沒有一條 你現在跟我說這些路 你不看中國市場 我從來中國沒有市場 你睡醒吧 但是蘋果昨晚 股價急降3%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其實擔心 蘋果就在中國有生意 也有十幾%的生意來自中國 萬一一反面 大家就馬上猜 昨晚美股就猜 沒有蘋果會馬上被中國搞 很有機會被人禁制 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就發覺 香港有個地產可以搞 先達的鋪位 現在是一個很低的低位 遲些隨時翻生 那些業主可以現在寄予厚望 這個就是跟送中條例在一起 你剛剛這個說法 就是假設美國還保持香港的關係法 我們就可以大堆大堆的iPhone 送回去祖國 假設美國不保持 這樣就大仔 我們只是想賺錢 美國不保持 當你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就慘了 我們一心想著來發財 放我們一條生路 你怎麼知道大樓走不是人走 大樓現在連他的錢也要走 他怕他的錢也被你夾 因為你說明你的送中不只是人 連錢也夾起來 不過他其實真正現在這一刻 猜都是猜的 如果有報復 就是Apple最糟糕 所以Apple似乎是有準備的 他似乎是有準備的 所以近年他也是多搞很多service 他的service 是不是我都進不了大陸 難道我搞Apple到時AppleMovie Apple Music AppleMovie有的 難道到時 喂 但是我相信他的比例 Apple的書都不行 他就傳了一些 我猜他要過累得很厲害 到時肯定不多生意 搞完一大餐 我在美國看Apple那些電影就100套 在中國看就只有30套 那些壞事 不是正常的 三套都算好 三套的問題就是 三套都算好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是你的國家內部的問題 不關我事 我做service而已 他就是在部署 Apple沒有肉吃 就是他在部署 算了 我做一些外面有肉吃的東西 算了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工人下崗那一刻 你怎麼搞呢 你說大陸的工人下崗 當然啦 怎麼猜得這麼多 現在貿易戰 不關事的 當然有關 我上個星期才剛才說這件事 你動得Apple的話 那負士康走 紅海的廠 負士康的廠 他走 預料了 他還在走 你還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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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過來 你大陸的手機 那些廠 走不走到 你一走 那些工人 就變成失業了 那他就硬硬 誣著你的廠 要在這 即是你那些廠 想走 走不到 紅海走到 你大陸機的廠 走不到 判給紅海做就行了 容易一點吧 那不是關廠 你關廠一樣不給 照不給 其實我擔心幾件事 第一件事 手機 第二件事 DELL電腦 DELL電腦 在中國很多地方有的 那這些廠 到時候 這些廠 是投一陣走的 我最擔心的是什麽呢 最擔心就是 那些金融老走 金融老走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為什麽 因為他們的廠 即是他們在裏面開廠 需要錢的 需要一些金融老跟著走 當廠走完之後 我所有的外資在裏面 是沒有業務的時候 他們拔了那個插數之後 恐怖就更加在這裏 因為我不需要在中國投資 因為我不需要在你這裏 找回以前的一些 那些叫做Investment Profile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很多現在中國的 所謂的外資電訊公司 是JV來的 你數得出的 所有的外國電訊公司 AT&T也好 澳洲那邊 歐洲那邊 Sprint那些人 當這些人都走了 即廠走完之後 跟著電訊公司走 電訊公司走了之後 這個恐怖就來了 這個 我想他對中國政府 就有一點心理準備 如果他搞這些貿易戰 你預計了搞一下搞一下 一波又一波 這樣震出去 你震一下震一下 你一定是假的 廠當然先走 你不會有這麼多不確定因素 然後再震上一陣 就是 Service Service公司 自然就少了生意 其實他是找不到吃 他找不到吃 當然繼續做 他找不到吃 他會走 然後就是財金公司 他沒有什麼投資 我為什麼要在這裏投資 我都沒有我自己的產品 他會投資中國的公司 不會啦 他會投資那些公司 他也不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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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星期是說 當那班議員現在扯行馬 一吹那雞 一定要投票贊成 那班議員自己在賣樓 自己賣了樓 賣了產業 然後拿走 他們只是顧客貨 其實華為另外一邊 IEEE那邊 我挺擔心 香港這邊 其實電商公司 用很多華為的東西 包括了光纖網 我想現在是七成以上 全部是香港 香港所有你入家的光纖封噴機 全部是華為 你看看你家的盒 你的Modem也是他的 還有就是Router Switch 都是他的 現在他的運動也在走 所以這些東西是很嚴重的 有一個說法 說數碼湯沒有用華為的機站 不是我說ISP 不是 香港寬頻就沒有 香港寬頻是Cisco的東西多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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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 是嗎 不是 和製都轉了 全部都華為 和記我就百分百肯定 現在是九成華為 不是 我剛才想說 有人說到數碼湯好像很安全 其實你錯了 因為數碼湯沒有用機站 後面的Switch 都會有華為的 所以一樣 有是正常的 因為華為 如果用香港人的角度 華為真的便宜 便宜一半 因為operator是計算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反而有一街我是不知道 就是 中移動 中移動有沒有 中移動應該是最少的 以我所知 中移動很多是Ericsson的發射器 發射器而已 中移動很喜歡買歐洲東西 我現在在說阿謙 不是說Y 我們說不知道 不肯定 但他的取向 就似乎是很喜歡買歐洲的 對 是的 這事實是喜歡用歐洲東西 但問題是 你IP networking 那一陣 那一陣是更大的 因為那個backbone 如果倒閉的話 那些是100G 400G 那些 是這樣的尺寸 你現在手提電話的 機站 我不知道有沒有上到100G 照計應該上到100G 所有機站 你計一計數 那些光纖 到時會倒閉 那一刻 你對香港的Internet 我想他又不至於 不過你只會覺得 結果是什麼 其實負面那邊 其實有少少負面 如果華為大件事 其實對香港人就有少少負面了 就是電訊費用 其實是會上升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華為那些機器真的便宜 如果將來用不到 如果他真的無法提供服務 那沒得整 到時 華為Modep你壞了 就扔掉了 換給你 唯有換NEC 或者什麼 那些什麼 Arctalusion 不過其實可以換中興 中興其實現在的服務士 他可以換給你 可能換給中興 但中興也貴 問題是中興沒有後面的東西 他只有剛纖的東西 前面那些 前面那些 他Router CoreRouter CoreSwitch是沒有的 沒有的 這個才麻煩 華為的確是後面的Core 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他 他由VM 去到CoreSwitch Router 現在說的Router 不是你家的那個 機樓那個 整棟雪櫃 洗衣機 是雪櫃雪櫃的 一個個雪櫃 他是很完整的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晶片供應 那當然是大件事 這裏才是大件事 現在這裏還未爆出來 如果你爆出這裏 你真的 告訴你 真是收皮 現在都要準備 所以華為面對 說回它的出路是什麼 它的出路 其實不外乎 是自己弄回 但這件事很荒謬 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自己弄回 就由CPU 由OS 由所有的Circuit 自己全部設計 所以就像歐陽所說 就由開始種草 對 打算開茶樓 誰知你現在先叫我回去種草 現在它需要的是什麼 關鍵的晶片 是沒有的 基本上 你都要想辦法 由零開始 再弄回它 其實它說 它有本事做到 其實是沒有的 那樣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 上一陣 就是搞 軟件 OS 未去到軟件 OS 那就先搞一個OS 搞一個OS 就不難 其實對華為 因為它做VM 既然它VM的底 都做得到 我相信它不是很難 但那個是別人的 那個是另外一個 叫Hypervisor 現在未去到那裡 第一件事你搞一個OS 第二件事你搞你的Programming Tools 現在內地在吹一隻風 就是說 所有以後的文件 或者以後做所有的東西 就不准用英文 OK 那怎麼搞 那不是寫Program 那不英文 那怎麼辦 用中文 Github是不是有的 有中文 我不知道 我未見過有中文的Programming Language 什麼中文Programming Language 那怎麼辦 你問我 就是打出來戰咀 然後 這女下一行 沒錯 進一行 還有大寫 中文有分大小寫 中文 中文數字有大小寫的 但是中文很難 尤其是你不要說寫下去變 language 寫Programming的指示書 你都已經很混淆 舉例就是 今天有條新聞說 將會將豬運出中環 有一句這樣說話 有人提出 再是這樣 我們就將豬運出中環 其實那句是一語兩解 它可以解釋為 政府再玩東西 我就將豬由我家運去中環 將把豬運出中環 也可以將中環裡面的豬 例如這麼多高官都是豬 我就將這些豬運離開中環 運過九龍 例如我將比卡超運來九龍 我就可以把豬運出中環 其實是一語兩解 如果用中文寫Programming language 寫Programming language 是做不到的 還有那個標點符號 他就說死你 你加速標點符號 隔一隔你就糟糕了 你這樣轉一轉行不行 問普京有沒有俄文的Programming language 不行 這是外來語 你知不知道現在最嚴重的是 連蘇聯都不理中國 首先分兩邊來說 普京就擺明玩中國 普京看來中國就不是朋友 但現在中國看普京 好像還在握著他們三尾 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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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天然氣加油價 我還朋友朋友 怎麼只加天然氣加油價 現在俄羅斯那邊 我不記得那邊說 好像也是小生說 四邊都有反華示威 以前你聽到印尼排華 馬來西亞排華 現在是俄羅斯排華 奇怪我們不是原本很朋友嗎 不是啊 中國官方還是當俄羅斯好朋友 因為他現在和美國在玩東西 他當然要握著俄羅斯說好朋友 但事實上你看俄羅斯那邊 就不當你是朋友 那又說真的 我又同意 普京不說錢說什麼 大哥 你生意來的 所以說回華為怎樣求生 他就麻煩了 如果每一樣東西都要俄羅斯 基本上就不用搞 這是國家工程 Samsung也是這樣搞出來的 中國為何搞不出來 我想說就是 甚至Samsung 積累了那麼久 聽全南韓之力 都搞不出 說真的 你試試如果發生相同的事 在Samsung身上 Samsung是有能力自己做晶片 自己設計晶片 自己做螢幕 做LCD 整架手機 整架手機 裡面連記憶體 Fresh Memory 什麼都做得出 OS有巴打 Samsung夠不夠打玩東西 夠打 現在中國不馬上做給你看 Samsung如果玩東西 就回到南韓 你一玩東西 Google一咳 你回到南韓自己玩你的Line 你隨時WhatsApp 你都沒得玩 所以我覺得 中國人是可以做的 聽一國之力 就做華為出來 他當然是正玩WeChat 沒有問題的 支付寶 中國沒有MN bypass 這些框架 一樣照做的 你們還要講清楚 外面版的WeChat 和裡面版的WeChat 在Pay Store下載的版本是不同的 以我看到的版本就不同 iOS版的WeChat也不同 那個就很遠 那個相差 當然 很多都放不下 那個是不同的 不是 他過不了別人的審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連Io 即是API 都滿足不了Apple的API 因為Apple不讓你做3rd party 即是不bypass的API 我想他可能有些backlink 他要做過 全部bypass你的API 他自己做的API